一汽丰田的BZ3纯电动车 而且是三箱轿车 这个外观设计真的是很棒 车的尺寸跟特斯拉的Model 3差不多 而且造型我觉得也差不了太多 确实那种线条也基本差不多 很漂亮 这车确实做得很漂亮 而且未来价格发布以后会有惊喜 这个价格并不是很贵 丰田的品质 然后呢是有这个Model 3的这种运动的体型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了吗 一汽丰田BZ3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 你看它这个内饰做的很科幻 方向盘是一个这种不规则的方向盘 中间是一个竖屏 这在丰田车上确实不多见啊 这已经是下了血本了 我们都知道丰田车很少用这么大的一块屏幕 但这个屏幕确实是很好 而且呢我们启动车辆 前面还有一个小的仪表 仪表显示一些基本的行驶信息 然后这儿呢是导航 大家看到了 基本上屏幕还不错 换挡机构呢很有意思啊 是旋钮式换挡 但是你这是R挡 右边是D挡 需要按下这个环 R挡 D挡 P挡 这个位置是打不开的 这个副手 是完全打不开的 但是呢也能放东西啊 这个地方是无线充电 座椅很舒服 座椅非常非常软 传统车企做的是不一样 大家看这托桃箱还是保留了 传统车企做的车和这个 现在新造车势力 包括这种纯电动企业做的车 是不太一样的 BZ3的logo 最有意思是后排 我们去看一下 它没有门把手啊 隐藏式门把手 怎么打开呢 是在这个位置 扣这里头 打开了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点 这个也有意思啊 这个大家看了吗 锁车以后 它其实这个是完全封闭在 封闭起来的 但是现在呢是打开状态 一扣打开了 这个后排座椅呢 看上去啊 很熟悉啊 很很丰田的感觉 坐垫非常非常之软啊 所以坐上去很舒服 坐上去很舒服 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门保应用料比较硬 这个大家看啊 这个空间是完全够用的啊 这个够用 而且呢这个 坐垫非常非常软 很舒服 而且是一体式坐垫 我们坐在中间 看一下 有个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坐在中间 一般都不会很舒服 但是因为这个坐垫很软 所以坐在中间这个位置 也很舒服 而且呢 你的脚有点方了 大家看到了吗 哈哈 他的脚可以放到里面去 有意思吧 这样的设计 简直是为后排中间这位乘客 整个给他的舒适度提升了 不止一个level啊 不止一个level的一个提升 真的很棒 整体来说 这车还真是 在设计感上非常不错的啊 丰田能做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也是诚意满满了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试一试 这车很快就要发布了 很快就要上市 这车很快就要上市